好的主播可以看到周三晚间加萨走廊持续交火 当地居民同时面临遭空袭丧命和没有活命物资的风险 现在结束以色列行程回国的美国总统拜登 透露更多与埃及总统赛西商讨从埃及送物资细节 最快未来几天内先让20辆卡车进入加萨 拜登在以色列时也和以色列罹难者家属和救灾人员见面 在演讲中他甚至形容哈马斯攻击以色列 就像让以色列遭到15次911攻击 拜登也说加萨医院空袭似乎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射飞弹酿货 现在有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可能会在近期向国会提出追加约1000亿美元 相当3.2兆台币预算提供以色列 甚至包含对乌克兰和台湾的国防援助 不过美国周三有上百位犹太和平主义人士 在国会大楼里高喊停火拯救巴勒斯坦人 目前有300人因为拒绝遵守驱散命令而遭逮捕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现场交换给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